- 《圣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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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节目上真的有发现 有那么多照相机在旁边还有人 我可以在那个方面就很专心 到第二场他们跨说谁赢的 那时候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在这里面 就是bottled up 然后我想要爆出来 那时候就是如果他们说我的名字 我会哭 如果没有我还是会哭 好像一个梦一样真的 到今天我都还是没忘记 爸爸会教我很多他会 就是他拿手的菜 像鳳梨虾球场饭 有些时候妈妈就是说 那你今天晚上你就煮晚餐 9岁10岁的时候 就是比较简单的菜 他教过我就是怎么做 所以他就说那你今天晚上你就做一次给我看 很多时候对我自己很多压力 说我一定要做得好 可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分 我们没办法完全做一个东西 我们都会有错 所以我们一定要accept it 还有move on it 还有learn from it 你今天要吃不完 你会追看 我一定要吃不完 他爹 你是怎样的 你不是他 你不常认 你计判 你会没了 我认识 他爹 你不常合成 那你不常看 你会有钱 话 你能够 你不常看 飙意 你不常看 要你会有 60分钟即时开始 新美国的小厨神MasterChef Junior 这次的冠军是10岁的台裔女孩 Lia 中文名字叫朱如荫 他们一家四口 一直住在纽约的Scarstale 爸爸妈妈在那边经营餐厅 餐厅连米其林都曾经介绍过 所以她应该是耳濡目染的料理魂 让她端出来的美食是中西纵横 在比赛过程当中 地狱厨神高登都称赞她 绝对懂得做台湾料理 那么在今年暑假 回台湾 Lia刚刚度过14岁的生日 夺冠之后 她抗压保密了整整三年 终于在这一年 她可以大方地公开这一段 目前还有幕后非常精彩的故事 一起来欢迎Lia 美国的下一位MasterChef Junior 恭喜Lia 欢迎Lia 欢迎你来 欢迎这次暑假回台湾 因为疫情两年没回来了 对啊已经很久没回来看家了 你们都会爷爷在高雄是不是 爷爷在高雄 所以那你以前 然后在12岁以前是每年都回来吗 对 我们每年暑假都会回来 所以你吃台湾的夜市 一次回来大概不只吃 吃一次就对了 对 我们吃很多次 在夜市里面 你最喜欢吃什么样的东西 我最喜欢吃就是烤玉米烤的东西 或者是炸的像咸猪鸡 对 所以所有对皮肤不好的 你都喜欢吃 对 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这里 他们有 果然有研究过你喜欢吃的 好多肉饭 鱼肉饭 鱼肉饭你自己会做吗 是爸爸教我的 对 那你们家有没有 餐厅可以点得到珍珠奶茶吗 有 我们有 这一次播出了第八季的小厨生之后 最多人问你的问题 就是说 你要这样保密了 三年 这三年里面 你的pressure 你自己会怎么样 跟大家分享 这三年很多次 就是他们会说 今年就要播了 明年的 这个月就要播了 对 然后他们就会一直这样子 过三年 结束了三次了 所以就很多次 就会很伤心 你的 就是这个 experience 在MasterChef Gym 就会 就是 很像个梦了一样 这也是一个 很难得的压力 对不对 这一年就是很多压力 就是 因为我好想 跟我朋友他们 他们知道你去参加 他们知道 我有去拍一个东西 在L.A. 他们不知道是什么 而且你们的照片 什么的 应该全部都不可以 online跟公布了 没办法 因为他们也不 send给我们 他们的照片 因为他们怕我们会 就是跟别人讲 就是露秘秘这样子 好 所以这在你人生以后 应该是一个 非常非常 特别的经验 L.A. 看到这个才特别熟悉 这是你熟悉的棚 对不对 对啊 这是三年前的 semi final 是 好 我们来看爸爸妈妈 来加入我们的看板人物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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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 谢谢 谢谢 L.A. L.A. 是她的厨艺 一开始教的 应该算是爸爸还是妈妈 应该算妈妈 应该是我 因为我从小就包饺子 所以他们从小就开始吃饺子 所以我每次包饺子 他都在旁边晃来晃去晃来 也想摸一摸玩一玩 因为我是从我妈妈 那我妈妈从我的外婆 姥姥那边学来的 所以我希望他们能知道 对 然后能一直把这个 就是等于说 pass down下去给他们 所以你才会说你最喜欢的 也是水饺 因为就是妈妈的水饺 跟外面的也不一样 就是她有她自己的口味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段这个影片 这个是真的还是合真的 真的 嗨 everybody 欢迎来我的厨房 我想你看丽娅进厨房 你们两个觉得 因为当然季冠军的表现 非常超灵 但从她小时候进厨房 你觉得这个做菜 有没有一点点 她是天赋呢 还是说她特别 个性特别认真 想要学到最好 我觉得 她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人 所以像妈妈刚刚在讲 包饺子的时候 我们没有叫她过来 但她就会很好奇的围过来说 妈妈你在干嘛 然后她就说 我可不可以试试看 有时候我在切鱼或干什么 她就说 爸爸我可以试试看 她那时候还很小 我说 但这刀子太重 你拿不动 所以我觉得她是对很多事情 都很有兴趣 再来一个是 她是一个我看过最好的学生 对 所以她招待事情非常快 所以妈妈教她一个东西 可能她做了大概三四次之后 她就上手 我也一样 有时候 她看我跟哥哥在打球 她就说 我也想要打 然后 高尔夫球 对 然后跟她讲了一些方法 莫名其妙 她很快就Pick up起来 Mustachef Junior的第八季冠军 莉亚朱如荫 穿着黑色小洋装 和高跟鞋 刚满十四岁的莉亚朱如荫 顶着小小顶级厨师 美国版第八季冠军荣耀 回到台湾 与米其林知名主厨江振臣向见欢 牛舌 然后牛腱 莉亚换上厨师服 跟着江振臣走进厨房 学习独门的牛肉面制作流程 牛肉面制作流程 平常牛肉面就是 你不会就是想到 会用牛肉去把它去煎你的肉 为什么 莉亚待在厨房里 跟着Andre Chef张振臣 忙进忙出学习十个钟头 脸上表情专注又严肃 把握每一分 向大师学习的机会 如果你想要蔬菜好吃 要炒 你就把调味放在最后面 如果你想要汤好喝 你把seasoning放在前面 不行 江振臣传授煮蔬菜汤头 好喝秘诀 在于调味的时机点 勾起莉亚的好奇心 你想要蔬菜好吃 你就不要下淹 到最后再下淹 所以她不会dehydrate 谢谢 对啊 好酷喔 莉亚这个年纪的小朋友 可能在这样子这么高压 速度这么快 应该会有点吓到 感觉她在里面好像如鱼得水的感觉 反而是 是那个感觉应该是兴奋的吧 就是她做一件我就一直在问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她跟我教了很多的生活习语 兴奋的莉亚向江振臣学习了牛肉面 还有普罗旺斯炖菜 莉亚在专业厨房里的大将之风 从三年前她十岁时 录制小小顶级厨师美国版就能窥见 烤鸡丝 跟芡菜混合 还有芡菜鸡 她的一个朋友参加上一季 然后也顺利入围了 他们有一次机会就大家一起做 这些小朋友就觉得她好像没那么强 然后我那时候当下就很生气 所以我就跟她讲 不然你去参加那种比赛 她说好 你帮我报名 发赞铁 对 然后我就被打脸 2019年初 莉亚主动要求妈妈帮她报名 Mastershift Junior节目 上千名小朋友录制试镜影片 再到LA摄影棚前50强比赛 最后正规节目里的16强 一集淘汰一名参赛者 莉亚靠着从小在家学习到的美食知识 第一集登场端出的烤鰻鱼米粉 就被名厨哥德拉姆奇称赞 莉亚的父母在美国纽约州开两间餐馆 从小耳濡目染的她 喜欢跟着妈妈在家里包饺子 在餐厅跟着厨师学做菜 擅长社交又稳重的性格 在实境秀节目高压环境下 展现出异于10岁小孩的沉稳气度 看起来很糟糕 哇 她的临场反应 还要跟主持人有时候来对谈啊 然后访问啊 她还必须要去回应 在年前她是10岁的小孩子来讲 她的这种反应是很快速的 从她进16强的时候 我们每天都觉得 你只要今天可以过 有一个录影的cut已经不错了 这已经是good memory for your life了 后来我记得进了前四吧 我们就才真正开始紧张了 我要说谢谢妈妈和父母 因为我知道你的家庭在那里面 莉亚在节目中稳扎稳打 个人站时通通南瓜奖项 团体阵也是大家首选的成员 优异又稳定的表现 尽管镜头数量不如其他孩子们 但一路过关斩将 镜头焦点终就回到她的身上 请欢迎莉亚 准决赛到决赛 家人们坐在观众席 有一路上九个星期 陪伴录影的妈妈 在美国西岸打高尔夫球赛的 爸爸与哥哥 台湾的阿姨和舅舅也远赴美国 一家人的力量 共同替莉亚打气 那个小男孩也非常厉害 就是小男生在最后 可能有一些失误 所以造就了莉亚 这么完美的呈现出她的菜的时候 那个差异就出来了 她比赛型的选手啦 对 因为当她在比赛的时候 她可以很容易进入那个状况 她比赛型的选手 你得到这个 拜托 总决赛上莉亚端出香料鸭胸 左葱油饼与味噌茄子 高难度技巧 征服三位主持人的味蕾 我对那个鸭肉的那一道 印象很深刻 我就有教她做一个特别的酱汁 是给鸭肉的 感鸭肉是因为就是很难控制她熟度 在电视就是那个 那时候我们这一集很少组鸭肉 因为很怕会组错 Lia Lia 人家宣布她的名字的时候 我真的是傻眼 很开心然后很骄傲 然后因为被关了九个礼拜 然后就是整个就哇 真的是一个军康处 只是这份夺奖的喜悦 因为COVID-19疫情节目延迟播出 所有参赛者与家人们得收口鲁皮三年 我看到我真的也有一点就是surprise 因为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很强 你叫我现在回去 我应该没办法那样子 因为过了这个三年很多次 我会觉得这个节目真的会播出来 我就会有一点就是像一个梦一样 就是会有一点忘记了就是很多东西 她终于得到属于她的光芒 她的料理才华与稳重特质才正要发光发热 一回台湾首次献出广告初体验 把比赛中两道餐点做了简单改造 刚才就是在做我的蜜子烤鸡米粉 有些时候要再做一次 可是真的很好玩 每一次新的体验都是好玩的 14岁的女孩不会因为得了一个厨艺节目冠军 就此自满不前 喜欢艺术的Lia还在探索未知旅程 来自美国的台湾女孩 还要继续向世界证明自己的无限可能 Lia你最近盘加美这两三年 你最近有没有学一些什么新的 我觉得我就是 因为我很喜欢就是艺术那类的 然后就是手工的对 所以我就去想就是学怎么画画 就是比较知道怎么就是不一样的艺术那种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你想学的就对了 因为毕竟是有疫情 所以我们都在家里 所以我在家里就有很多时间 可以就是做我自己想画画 好因为画画要很久的时间 所以我都是每天就在家里画图 那我有听你爸爸妈妈讲 所以这段时间后来好不容易有Chef要进餐厅吗 就是可以做一点take out 所以你也有帮忙做 对啊那时候疫情我就是去餐厅 就是每一天就是帮妈妈就是清理东西 还有我会帮她用Uber的东西 因为我们人手也不足 所以我就说妹妹你要学会怎么打Uber的蛋 我还记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 因为那时候都没有人愿意再送餐到医院去 我们就有接到一个蛮大的蛋 就包了很多便当送到医院去 有她可以帮忙 才13岁 对 那之前喔 她要能够进入参加这个比赛 就会有海选对不对 她是透过视讯吗 就是想说方便性嘛 我们就跟她讲说用视讯的方式 所以第一次的视讯就是一个人 她直接就是在她面前 像有点像是她煮饭给她看 然后她问她问题 所以她要看她的临场反应 跟她是不是争扎会煮 对 然后之后就陆陆续续 还有很多的interview 所以你在参加节目的整个过程里面 没有script 自然的能够反应 愿意跟别人relate 这个是他们很看重的性格特别 对 没错 没错 你一定要有办法 一面做菜一面跟她对话 这是很重要的 在参加的过程里面 你有发现你自己以前 好像你的这个个性上面 没有的这一面 然后在比赛时候 对啊 我在节目上真的有发现 我可以那么专心 然后我没有想到 我可以就是可以自己就是做了 然后旁边的东西我都听不到 然后就想要把它做好 对啊 你没有发现你可以有这么高的一个专注 对啊 我没有 因为我以前也是在画画的时候 我在做功课的时候 我还没做完就不能走开 可是我没有发现我有那么大的 可以那么专心 还有有那么多照相机在旁边 还有人 我可以在那个方面就很专心 你看那时候是十岁 我们刚刚提到抗压这件事 这么珍贵的一个财富 那一直以来九个礼拜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而且在那个过程当中压力非常大 就像セミファイナル的时候 它有一个镜头是 其实它在切到了之后 它有一个镜头是 其实医护人员已经帮它做好包扎 但它没有派出来 所以它你就看到 就是一只手指头在那边 已经包扎过 然后继续再做 你记得那次是做什么菜吗 就是一个时候这样子 因为我切到我大拇指 然后就这样子切东西 我们那时候坐在旁边的 身为观众的父母 我是已经吓到一身汗 对 妈妈 脸色苍白 第一怕她受伤 第二又怕她出错 但是你就发现 她比我们还不紧张 Gordon有时候就跑到她旁边 然后去问她问题 她又很自然的去回答 那几个镜头到现在 我还是记忆深刻 在这九个礼拜参加比赛过程当中 你有过那种Tense 在Live的时候 你只有你自己知道 开始有点做不好 我会对我自己有很多 就是要求 如果你有做错 就是在你 我小时候有教她一件事情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自己知道就好 不要让外面的人觉得你出错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爸爸妈妈说 他们会紧张 这是真的紧张 他们把这个音都收进去了 好漂亮喔 好漂亮喔 其实他们拍摄的现场 是全部都是Live的 像爸爸妈妈还有哥哥 都有别的麦克风 所以他们都在收音 会那么紧张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们就在现场Live 那一刀切下去 是生的 是熟的 是好的 是不好的 一翻两瞬眼 你有没有在意 他那天能不能得冠军 其实在进入前三强之前 我们从来不在意 他不会得冠军 但是进入三强之后 就会担心 这个是实话 每个礼拜我们都收到电话说 妈妈说我们又要留一个礼拜 又要留一个礼拜 又来 因为从来没有想过会那么久 然后到了Final 3的时候 我们飞过去之后 看到这么大的场面 然后你就会有一些 expectation在里面 是是是 爸爸很诚实 对 这是事实 那你自己是不是也是跟爸爸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一开始 就是16强的时候 就是会就是有想要赢 我很感谢 已经在节目上了 到前三强的时候 我的过程就是 妈妈有跟我讲过很多次 Lia 你不要想着赢 你想着你今天做好 你好玩 然后你开心了 做好 你就够了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伤心了 然后你又走开 你会很就是对你自己很 regret 你没有就是enjoy your last time 在那里 那到前三强的时候 我就开始有一点开心 就是觉得 哦 我有可能赢 有可能没有 可是我已经到那么远了 我已经很开心了 这样子 然后到第二场 他们跨说谁赢的那时候 我就是有一个东西在这里面 就是bottle up 然后我想要就是爆出来 然后那时候就是 如果他们说我的名字 我会哭 如果没有我还是会哭 就是那样子的感觉 对啊 然后就是他们说出来 我真的没有想到 然后就是好像一个梦一样 真的到今天 我都还是没忘记 对啊 其实我们为什么会参加这个比赛 也是一个机会教育给他 因为他的朋友 参加第七季 他是第八季 然后呢 就是他们有一个机会 一起做菜 回来之后 他就跟我讲 妈妈那个我们朋友 都觉得说他还好 我觉得我好像也可以去 我觉得我比他厉害 然后那时候我的心态就说 不对 你没有看到人家背后的奴隶 除非你今天去参加这个比赛 你也得名 你也上了 然后你可以跟我讲 你比他厉害 对 所以我就说 好那你继续报名 他说好 你帮我报名 所以当你现在14岁了 你想到你9岁10岁的时候 你现在了解 你妈那时候 真的很累 就是每天 就是因为我那时候 还是上学校 好我就是很早就已经要到 好 因为我们那里纽约 就会比较晚放学 所以我6点半就已经要到那里 就开始补习 三个小时前 他们9点才到 我们才开始就是 FILMING那些的 对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很累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Lia 因为疫情 三年没回台湾的 Lia朱如荫一家人 按照家族传统 来到知名川菜馆 Lia心心念念的 砂锅鸡汤 终于品尝到了 这是我第一个玩的 那你有吃鸡肉吗 我待会会吃 我都是先喝汤再吃 不太哭不太闹 然后就是很乖的孩子 因为他妈妈就会 有时候开玩笑的讲嘛 跟他哥哥比起来 他哥哥是 他妈妈比较带的累的 一点的孩子 哇你怎么这么安静 这么乖 然后大家讲话 你都听得懂 在台湾的亲戚们眼中 从小就聪明乖巧的 Lia和好动的哥哥Leo 是家中的一对宝 狮子座的Lia生日都在暑假 也通常是返台 与家人相聚的日子 擅装打扮的淑公 送上庆生气球 貼心的外婆送上笔电大礼 送一点意思有意义的 然后她也喜欢的 所以我就一直逼她妈妈问 我前一天才去买的 所以我也很高兴 刚好她今年是生日 然后回到台湾来 很会唱歌 她最会唱就是 地鼓梁的鼓梯 你记得吗 你还会吗 不会 你现在是不是不想回想起来 对啊 没有她很可爱 真的很可爱 长辈意外爆料 Lia童年去世 可爱又贴心的性格 从小养成 14岁的Lia 和16岁的哥哥Leo 虽然生长在美国 每年到了暑假 爸妈总是排除万难 回台湾和孩子们 一起过暑假 土地环境教育随时随地 都能进行 你好 老板 你好 你好 我们要买一个鱼 要回去蒸的 你有没有看过什么是 在国外没有看过的 这是韭菜花 韭菜花 你看它的芥兰 芥兰苗就小 有没有 都不太一样 这么好 对 这就是我们的娃娃菜 但是都是小颗的 好酷 传统市场是台湾特色之一 爱做菜的Lia 跟着很会说故事的 爸爸朱家宏 整个市场都是他的生活教室 那台湾的汤圆呢 都是自己做的 在美国我们都是已经冰了 对 就是很好 然后像这种啊 都是我们有时候吃刷冰会食 会放这种什么鲜草 我们希望它跟这块土地 有非常强烈的连结 跟我们一样有感同身受的 生力其境 因为我跟妈妈从小到大 都在台湾长大 我在跟她讲一些东西的时候 她没有办法体会我 我在跟她讲什么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 就是生活 妹妹 你看那个肉粽很小 你拿起来我呢 爸爸带着Lia逛市场 谈天说地 把从小在台湾生长的记忆 诉说给孩子听 看板人物团队随行拍摄 对Lia一家来说也是大事件 哥哥Leo身兼家庭摄影师 拿着手机帮妹妹记录着 每一个时刻 举番大小活动 都可以在附近周边 看到Leo身影 完全是妹妹的守护天使 他就是很计较的一个人 什么都要一口 很爱打人啊 但是你是哥哥 你会让他的 不是 我会让他的 但是其实你也很爱 很爱护你妹妹 是啊 我觉得哥哥就是要保护妹妹 尽管一开始先抱怨 后来仍然露出 爱护妹妹的心情 个性相当耿直的Leo 看待Lia拿下 小小顶级出身冠军是这样 我觉得他一定不会赢 进去这个比赛已经够难了 Leo是很厉害 可以在那么多的摄影机下 可以还是那么闷真的煮饭 也没有到骄傲 就是他就是这种更新 他已经做到这种东西了 他也没有什么好骄傲的 对 一番出乎意料 太过中肯的言论 让一旁的家人们 和记者本人 忍不住笑场 你要不要看一下你妹的脸 立掉立掉 我觉得你大概会死很惨 我也觉得我也觉得 在CAMERAS前面我不会说 可是后面我都会就是弄他一下 没有 没有真的在吗 如果他不在书我就很小声 这画变得少很多很多 可是哥哥在的时候 你就会看他转来转去 他们两个字就来自己 就来转去 对 就差很多 丽雅的爸妈都公认 只有在哥哥的面前 丽雅才会恢复孩子气的模样 和哥哥打闹斗嘴 从小就稳重成熟的个性 是典型不太让父母担心的孩子 台语就说 把血就好了 小时候哥哥跟妹妹 妹妹永远嗅到那个危机 已经不知道散到哪一边去了 哥哥还呆呆地站在那边 小心喔 贴着骨头切 插进去里面没关系 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这样就够了 这样就够了 OK好 因为你这样子 大概蒸出来才会漂亮 丽雅的好厨艺 与美食知识来自于谁 答案当然是美食家爸爸 研究所才到美国念书的他 和老婆陈诗涵结婚后 定居纽约州近郊哈子戴尔 开设两家中餐厅 示范给女儿这道清蒸石斑 我个人很喜欢吃鱼 因为我是个高雄人 然后我家其实时常饭桌 从小饭桌上就是有鱼 对啊 爸爸好喜欢吃鱼 小时候他会跟他哥哥 抢鱼的眼睛 鱼眼睛 你敢吃鱼眼睛 还会鱼的旁边的 蒸鱼看似简单 其实魔鬼藏在细节里 丽雅爸爸挑的调味料 也是忌讳教育 香素质 这叫布质 破布质 这种东西其实也是台湾 才有的东西 你尝一下它的味道 你告诉我它是什么味道 酸甜 丽雅在厨房学着爸爸教导的步骤 眼睛看耳朵听舌头长 学习就是这样一步步累积而来 我跟爸爸很喜欢吃 所以看到东西都会想要吃 而且台湾有很多东西 是美国没有的 他那时候在比赛的时候 是你们有叫他 要讲什么台词吗 说这就是台湾文化的文化 等等 像他里面就讲了好几次 这种类似的字眼 我说这种东西 不可能给他台词 也不可能教他 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从小到大 他自己就浅移默化吃了 鱼这新鲜 鱼新鲜一定好吃 那种味道都有在里面 我跟我先生的想法都是 我们不会去设限 也不会去一定要他做什么 或是承接家喻等等的 都还是以他为主 因为他很喜欢画画 他很喜欢艺术这方面 所以或许设计这方面 他会比较会往那方面去走 从孩子身上多少能看见父母的影子 台湾的鞋统 美国的成长背景 让朱家两个孩子 拥有更多元文化养分 父母的爱 家人的爱 灌溉着丽雅成长的点点滴滴 既然丽雅来了 所以丽雅在现场 要告诉我们 她要做一个很特别的菜 我今天要做Empanadas 对 还有中文是 西班牙线角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 刚刚你说Empanada 所以它是一个墨西哥的饺子就对 好 那你现在一边做 然后一边跟我们聊一聊 就是说它难的地方在哪里 做这个难的地方 好 那我先做 它这里面有哪些一定的馅料 所以我现在要做鱼 所以我们先要炒一下洋葱 好 我们再把鱼去煎一下 我们里面的馅料已经熟了 所以烤进去只是要烤外面的皮 那像Empanada这种像揉面团 然后烤酥皮这些面点 你也是以前就有学 因为我看你最后比赛的时候有那个葱油饼 对啊 这个就是很像 我觉得就是很像 做水饺 对 因为不一样的是因为要去烤箱里面烤 不是就是煎的或是水 蒸的 对 请问一下这个墨西哥馅料角 里面的那个馅料可以像我们吃水饺一样 自己随便变换吗 你也可以就是用太脚 这个 我看你在比赛的时候 评审过来 当然他们大概就是问 一个或是最多两个问题 手要做你要赶着做的 让你嘴巴回答他的问题 是啊 就是我们一定要就是还是要一起做 因为我们是有个时间只有60分钟 Gordon本人怎么样 你有没有觉得一开始觉得很怕他 我一开始就是有一点怕 因为在健身上他都会就是很很深 就是很腻 对 很多就是他们的厨师 像Hell's Kitchen上面那样子的 可是我觉得真的他没有那么就是很蜜 对 我们来讲 可是也是因为我们没有跟他什么的碰面 因为我们一拍完他就要走开 然后我们就没有跟他讲那么多话 那这锅对我来看有点重 所以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要烤鱼 你现在节目播了以后 有没有你的朋友希望说 莉雅可不可以做一个什么给我们吃吃看 对啊 很多我的朋友都会问 你可以晚餐就是帮我们做一个菜吗 或是你可以在就是我们饿了 你帮我们做一个东西可不可以 比赛你要比赛决定比方总冠军的那个菜的话 在家就有地方让你练习吗 你会先练习吗 我们要开始讨论的时候有像两个三个月 就是爸爸会教我很多他会就是他拿手的菜 对 他就会跟我讲像 鳳梨虾球炒饭 我那时候就是在节目上也有做一次 我是很好奇 如果这个节目那么长寿的话 你长大还会是想参加他的那个 不是Junior的 是Master Chef的吗 就是还不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 可是如果我有机会 一定想要就是回去那里 真的 我还以为你会说 有这一次经验很棒就够了 没有 因为那个厨房真的是很就是 Dream Kitchen 就是Dream Kitchen 然后就是很unique的experience 我没有experience过 然后如果有机会 我真的会想要就是 好 所以那我们可以期待 我跟妳四年之后他又 这个比较不一样的颜色 会上一点在上面再加进去 像一个花园 嗯 就都有不一样的颜色 香菜 鱼 洋葱 Empanada 所以Lia 既然妳有爸爸或妈妈在旁边教妳的菜 我猜啦 妳很多菜跟他们学的 妳自己还会看食谱吗 对啊 我自己就是会就是看 因为我们毕竟就是 因为我们是青年人 我们都会看像社交媒体那些的 然后先把这个拌一下 今天你介绍这个Empanada 有没有很久没做了 还是你这两年在家还做过 这个就是我就是 就是recently我在做对啊 还有我在去Lia的时候 有看到很多Empanada 那现在我们先把这个切 所以你酪梨也要放进去 对 所以在比赛的时候 因为每次那个60分钟对不对 所以那是很好的 time management 就是你要自己知道 要这时候要什么要先做 哪个会比较久要烤啊 或是肉要比较煮 要妳要先做 或是妳要先就是prepare 去让已经切好的东西 Bia 这里面是已经加了蛋黄是不是 我没有加蛋黄 butter 也有加油 还有加水 好 面粉 我们来看这个Empanada的外壳 你在后来啊 我们就讲那个总冠军赛 你有没有想过那三个评审 就说你要做什么菜 他们可能比较会喜欢 然后也会欣赏这个菜的难度 最容易赢得冠军 对 所以那时候我就是 我有做一个鸭 因为我觉得就是 鸭是一个很难做的东西 很难就是你不知道 如果是熟的不熟 还是你过熟 你不知道 我那时候就是想要 challenge我自己 对啊 所以就是没有做过很多次 那你那时候那么小十岁 你会不会想对手这件事 就是跟你进入总冠军赛 那个男孩子 他会做什么 我有想过 因为他就是我觉得 他比我就是知道更多 因为我们去那里的时候 他有带一个很大本的书 不一样的recipes那些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 你是学院派的 对啊 就是他知道很多 不一样的东西 我在那里的时候一直跟他学 所以他大小差不多 就是 都是这么大 没有 你可以做大的 你也可以做小的 可是因为我们今天 我们要plate三个 所以我要做比较小的 所以水饺是你学的第一道 我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这样讲 就是我就从小 就是一直就在看妈妈做 他会说 诶 我可以帮你吗 好啦 每次就说 你可以帮我 可是你不会做的 就是因为我每次我做不好 我都会哭 说为什么我没办法跟你做一样 是吗 对啊 因为我就是 就是因为我做一件事 就是想要做我最好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会很生气 为什么我没办法跟妈妈做一样 哦 那你的要求真的太高了 所以你是要做的是元宝啦 所以这是第一次在台湾的电视上 做菜就对了 对 第一次 当晚才会就是有这个黄 黄的 漂亮颜色的在上面 好啦 大家可以开始升高期待 一个小时吗 三十分钟 Jelia 在烤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个第六集的时候 你一定记得第六集 就是哭的那一集 哦 对对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哦 我们来看一个 哦 我们来看一个 哦 我们来看一个 嘛 你会发现 哦 因为撤上面 是有 només一样的 嗯 只能让ís 是一对的 work 和 fishing 而且时间即时 准备了 你会写定的 而出品 然后就让你 看一个 就没有让它 inho啊 你放完 是什么样的 是呀 agree 你现在有的 没决定 这较决定 里面 因为你被缓上 在懂事 因为你不是害怕 你知道优袁 我都没面子 我可以 说 不要 所以我们 很害怕 because my bleeding is not well and I'm nervous about what's going to happen 你現在看有沒有很同情他 覺得他好可憐 就是看的時候就是 哇你為什麼也那麼哭那麼慘 對啊 是喔 真的就是因為那個焦糖 因為焦糖就是沒有一直crystallize 然後我第一次做的時候 就butter已經burn了 所以就是我做了已經應該三次了 哇那在你心裡面感覺 可能像三十次 對啊就是很 因為時間一直在tick tick tick 然後你就是看著時間 然後看著你做不好 就會很就是傷心 所以你看你 你覺得這個經驗怎麼樣 我覺得就是教我就是 你不要那麼快的 就是傷心或者生氣 對 你知道我們台灣話 台灣年史有講說 你不要ㄍㄧㄤ在那裡 你有沒有聽過 爸爸有說 爸爸有說 對對對 就不要ㄍㄧㄤ在那裡 讓自己覺得能夠let it out 這樣對自己比較merciful 對啊就是拍完的時候 沒有在照的時候 你就可以let it out 對 不過剛剛看那個覺得很同情他 嗯 好那我們等等 差不多了 趕快來看看 這個墨西哥餡料角做好的樣子是什麼 所以現在應該差不多ok了 應該好了 30分鐘 拿出來看一下 很燙喔 所以我們剛剛說蛋黃就這個顏色 就會就是有一個 就是黃黃的金黃的顏色 對你來說這是成功了嗎 肯定的 這個是成功 對 那我們先讓它放在旁邊 我們先做沙拉 喔 所以這是一整道的 像後來越比越比你們都有擺盤 也是以前會做菜跟後來做菜要擺盤 這個是兩回事嗎 對啊 哇你的沙拉好複雜 因為我沙拉裡面就是有用不一樣的就是台灣現在當季的水果 我很好奇因為那時候你也才10歲嘛 嗯 但你敢去參加那麼大的一個比賽 所以那個之前你自己有多平凡一個禮拜 你自己會想去廚房做幾次 我那時候就是有一些時候媽媽就是說 那你今天晚上你就煮晚餐 啊 9歲10歲的時候啊 對啊 因為媽媽就已經教過了就是比較簡單的菜 所以她就說那你今天晚上你就做一次給我看 所以意思是說那次晚餐你媽媽就不做了 就是家裡爸爸媽媽哥哥都要吃我做了 對啊 我們這個 這是檸檬嗎 呃沒有這是Lime 喔Lime 我們先把這個 就是跟檸檬的味道有一點不一樣 對 所以我們沙拉會有比較的味道 喔巴薩米克 嗯就是會有一個酸酸的 嗯 Olive oil 巴薩米克 嗯 然後蜂蜜 嗯蜂蜜 這是核桃 嗯 所以不一樣的顏色 還有口感也不一樣 嗯對口感也不一樣 好我們最後把菜加進去 那我們這個是已經調好的醬 就是有鑰蜜 Sour cream 還有Mayonnaise 所以不那麼重視detail的人 是很難做一個很棒的料理對不對 可是有些時候就是要有一點 Messy 就是你要看你要做 就是哪一種的plating樣子 哇 啊原的三片葉子等在那邊 嗯 是要最後放在沙拉上 所以比較不一樣好漂亮 然後再放在沙拉上 然後再放在沙拉上 再放在沙拉上 像一個花園 嗯 然後最後我的香菜 很多人不喜歡香菜 你會怎麼介紹 我沒有做一個名字 可是我會說魚 洋蔥 Empanada 我覺得它就是它煮飯的那樣子 然後就是它的plating 然後它的style 就是很像藝術一樣 煮飯也是一個不一樣的way to express something 因為藝術就是 你是在做一個東西 就是express一個story 或是做一個meaning出來 好 我們說一家四口 我們歡迎哥哥溜 所以以前疫情前 你每一年都是在台灣過14歲生日嗎 嗯 就是我每個時候 因為我們都是暑假來 所以我的生日都會在這裡過 對啊 剛剛過完14歲的生日 昨天 你們兩個差兩歲對不對 對 那六呢 也可以說疫情裡面 你得到另外一個經驗 在台灣讀了一年 喜不喜歡 喜歡啊 非常喜歡 我正要問說 喜歡跟超喜歡 是哪一集 他自己講了 應該超喜歡吧 超喜歡 遇到了很多很好的朋友 妹妹出名了以後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你看她 妹妹 我是覺得一樣啊 哈哈哈哈 我覺得她 個性都一樣 都是還是 三年前的Lia 是 就是跟照片裡的你 你到底長高了幾公分 哈哈哈哈 應該 快20吧 沒有沒有沒有 好 所以你覺得你 妹妹這次一路比賽 拿到冠軍 是因為她個性裡面 有一個什麼樣的因素 我覺得是想贏的個性 就是她企圖心很強 對啊 她不會那麼容易的放棄 對 哇 對啊 她煮飯的時候 其實我很佩服她一點 就是她在那麼多的鏡頭裡面 對嗎 她可以很專心的煮菜 我覺得這是很難的事 沒有錯 她是想贏的個性 你們小時候一定打過架吧 一定 對 一定 她很長 那你應該是輸的囉 對 哈哈哈哈 對不起 她會讓她 她很讓她 對 她很愛她 你哥應該是你最好的朋友 一定是 我什麼時候就傷心 我都會跟她 哇 那很幸運 一家四口 兩年之後 終於又回到台灣 這次最不一樣的是 你們這裡面 帶了一個出名的人回來 有沒有認出他 這次回來 有 有人認出他來 然後在美國也有人認出 他來 因為已經過了三年 還有人 就是知道我 因為我跟 就是三年很不一樣 所以就是有人知道我 我就是很感謝 我想問媽媽 你覺得這整個比賽 你希望能夠帶給她人生 非常非常獨一無二的一件事 一個影響會是什麼 我覺得有時候人生必須要有所抉擇 因為在這場比賽的時候 這九個禮拜剛好遇到了她的 國小畢業典禮 但她沒辦法去 她那天比賽完她哭得很傷心 因為她覺得 我們已經準備了兩三個月 然後她就問我說 媽我可不可以飛回去 我真的好想跟她們一起 對我來講算是很重要的 那個Ceremony 我說妹妹 我們現在已經在這邊了 我們只能Focus這邊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人生的歷練 讓她知道說 有時候你該放就是放 那她現在回頭看 她也覺得對 她要是放棄了 就故意比賽輸了 飛回來 那她可能真的會很後悔 我們剛剛說是耳濡目染 家學淵源 做餐館這件事 在一生裡面 她要犧牲的是什麼 我覺得做餐館 其實是個意外 對我們家來講 我覺得最要犧牲的東西 應該是時間 對因為她會犧牲很多 因為她是一年365天都開的 所以她幾乎是沒有辦法停頓的 那所以你必須要利用管理 來讓自己會有額外的時間 來陪伴你的家庭 陪伴你的小孩 這也是當初我和我老婆 我們後來決定開餐館 但是我們要有所取捨的地方 你們兩個小孩 其實莉亞更接 台灣這個故鄉的地氣了 江振誠 你一直崇拜他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她煮飯的那樣子 然後她的風格就是很像藝術一樣 她做的時候就是有一個意味在後面 就是我要表達一個現在我們世界有個問題 或是她就是有一個項目 我就說那煮飯也是一個不一樣的方法 因為藝術就是 就是表達一個故事或是做一個意味出來 我們可以對年紀小的人信任 這個是很重要的經驗 對啊 一定是我還是很多時候 對我自己很多壓力說我一定要做得好 可是我覺得每個人都是人 我們沒辦法perfect做一個東西 我們都會有錯 所以我們一定要accept it 然後move on and learn from it 今天在節目的最後 我相信她參加這個比賽 對你們三位來說都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在這經驗裡面 你們覺得你最記得的那個點是什麼 你最喜歡她的哪一個部分 我覺得是她final的時候 對啊 她final的時候在主菜那個moment 莉亞那麼專心在那邊 我也蠻佩服 我是沒辦法做到那麼專心 因為我會緊張 爸爸咧 最後一幕宣布是她是第一名的那一刻 對 因為我們真的沒有預期她會拿第一名 對 就是那個Golden那時候 Announce the champion是莉亞的時候 那一刻我是被嚇到的 對 真的覺得是不可思議 對啊 因為我陪了她九個禮拜 所以我看到所有小孩子 他們的能力跟能力 他們真的都很厲害 我覺得這九個禮拜對我來講 每一天都是很讓我多了解她 多認識她 雖然是最後的那個比賽那個狀況 她真的讓我嚇到 她怎麼可以這麼冷靜 我們這三個人都已經快要昏倒了 真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這九個禮拜來 在她旁邊的觀察 讓我越來越了解她 然後我 I'm so proud of you 真的 我很驕傲 你最近在學畫 其實你想學藝術 目前你想就是將來大學的時候 也許我們一起期待 非常謝謝 謝謝 謝謝 我們下一家人 也很謝謝 你帶給我們的這麼多的喜樂跟開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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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拍完以後 真的很感謝有這個機會 能在這個節目上 說一個謝謝給我的粉絲們在台灣 真的很感謝 有感動 你們一直在支持 我以為過這三年 沒有想到有這個 會真的會有那麼多人一直在看 真的很謝謝你們 好 很感動 謝謝大家 謝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